二色泡沫咖啡 香濃的奶味 最重要是有地道的文青 小店峰 哇!這個就是鎮店之寶 梳芙里 班戟士多啤梨 配果汁 一會兒跟大家介紹一下 最後一款就是 朱古力心太原配 雲呢拿雪糕 而這款食物 比較濃味 一會兒都會介紹一下 究竟這間小店位於哪裏 究竟這三樣東西我評分是怎樣 還有究竟這個餐的價錢 是否值得呢 一會兒就馬上跟大家 分享一下這個流心 最期待的畫面來了 一割 流汁出來 非常之期待 究竟味道如何呢 一會兒就來一個 小小的評測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小火子頻道 今天是假期的日子 還有老婆生日 所以就跟她 慶祝一下去一些小店裡 試一下一些特色的美食 特色的甜品 而這間小店位於荃灣的 猴地方 什麼地方? 猴地方 大概在大輪子那裡 這間都挺特色的 經過都想試一下 還有一間甜品 在你旁邊都想試 先介紹一下她的菜單 最主要就是 我都不懂得分 很多東西都 我剛才錄了幾次 都說不到她的心態圓 Pancake 最主要就是港女喜歡的東西 本人都OK 她說OK 我就試了 這個心態圓系列 就是她的招牌菜 而第二樣東西就是那個Pancake Pancake 這個Pancake都... 這個都說完了 這個Wolf系列 大家如果想知道是什麼食物 就按停它 我都不按了 你自己慢慢掃下去吧 應該很多港女喜歡吃這些東西 吃一下沒有壞 一時吃一下 多吃就不太好 很甜 後面就是... 巴菲系列 是不是巴菲特 巴菲原來是雪糕 加一塊餅 飲品方面就是 凍飲、咖啡、梳打、什麼東西 看看 這些很普通 果茶 花果茶和果茶有什麼分別 咖啡大概就是這樣 如果想看的話就慢慢按 現在已經點了三樣菜了 第一個就是文青鋒的意識 咖啡、泡沫 有奶的 下頭吧 這些東西 稍後會給分 我先評價一下 泡沫 過多了 我覺得 好像整個杯 有三分之一高度 都是泡沫 而最重要的 以數學角度來說 最高的部分 是最大的 咖啡含量比較少 不太划算了 味道OK 但不太划算了 喝不夠... 不夠量 不過喝這些都是糟糕的氣氛 很棒 一路等的時候 看到旁邊有些牌 很有趣 大大隻字說最後落單時間 10點9 大家小心時間 預時間來 還有上面說 一台人不可以叫太多 Pancake 他說 製作須時 每個Pancake是做三至四個字 如果每個人一起叫 就很長時間 這裡就有個針水的地方 這間很少見的地方是針水 第二尾 主菜來了 其實比想像中快 等了兩三個字就來了 這就是士多啤梨 Pancake 梳乎梨 其實我也不知道那個名字叫什麼 不過呢 染藍藍藍 之前去日本已經吃過一個類似的幾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味道 拍得住日本那個 什麼Pancake 而價錢方面也不是十分貴 五、六十元 都OK啦 現在在這個 香港地吃餐大家樂 昨天去吃大家樂 都要四十幾五十元一個餐 這些高級高檔東西 又不是貴很多 有空吃都OK 哇 遲時那時快 已經來了我的 叫什麼 朱古力心太軟 再加這個 雲尼娜 先看看它的 士多啤梨 Pancake 非常軟 好像在吃空氣一樣 空氣爆 可以混合汁 混合果汁 挺棒的 我那個就是 朱古力心太軟 先試雲尼娜雪糕 沒什麼特別的 大家 不用期望太多 最重要是朱古力心太軟 最期待的就是 一下子撕開去爆汁 就最期待 其實很少吃這些東西 所以 就不太會切 不過切完之後 發覺都流得很緊要 它也很熱的 我覺得很快 我又不是吃平頻度 差不多了 給大家看一下 小店 我最喜歡支持小店 全灣很多小店都很棒 很多區都沒有 那這裡呢 我先說一些食物 那個皮 我就覺得硬了一點 不過都味道可以 朱古力超甜的 那我 都一事無妨 這個 一會兒我會給分 最後的部分 吃了一會兒 感覺不錯 而且整個氣氛 環境各方面都是一個 休閒好去處 我不喜歡一些大的店 或者商場店 好多人 而且好多一些位置 那這裡雖然都逼逼地 但起碼有小店的感覺 我也很喜歡去小店 人情味 好有氣氛 隔壁 全部都是一些朋友 聚腳的地方 而且 始終在舊區裏面 有些特別的氣氛 和特別的 懷面的感覺 一邊吃一邊感覺 又不急的 那我講到食物方面 這個心態已經給我吃了幾口 吃下去 吃下去 都 我又不懂食評 不過感覺都 可以的 比得上去台灣 日本 不用客客 不用客客去旅行 一直去旅行 都是吃這些東西 其實香港都吃到 你坐飛機 有些錢 有些時間都在這裡 所以呢 建議大家 留港消費 促進香港消費 而且 不差 很多東西都 在香港什麼都有 其實很多人去旅行的目的 都是想 逃離香港 或者 心態的問題 但是 如果你 多留意身邊香港的市民 或者是 留港消費 其實都是一個好的選擇 好像今天這樣 都不錯 都是一個很好的 周末好去廚 大家有時間 都可以 去一下 我不是打手 都是那句 都是給你參考一下 和大家留個記錄 大家有興趣自己去 看看 最後一道菜 是否全都離開 三道都離開 剛剛在吃這餐的時候 就跟朋友 Whatsapp 發一些圖給他 然後他說 你是小火子 你不是回大陸嗎 現在很流行回大陸吃這些東西 那就是說 你去哪裡吃都不知道 你根本在香港吃 這些都不差的 價錢又OK 有個朋友 他說 他昨天去了台灣 他也是為了輕鬆 和吃這些東西 香港也有 所以 留港也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那我們最後就是賣單 賣單都百多元 一百 不記得 一百四十幾 OK啦 最後同場家應 去給大家看看 看到一些 魚類 這些叫什麼 金魚檔 看到一些魚 以前都養很多魚 大家沒有養東西 我養很多都會死 所以再決定都不養 免得殺身 這些打魚很漂亮 以前養了幾隻 又打死了 哈哈 那繼續看 前面有 這裡挺特別 吃完東西 逛街都很舒服 不過小心 最近好像這裡 窗戶掉下來 大家 走去舊區 都小心窗戶 這間就是我下次想去的 甜品店 都是吃完全不同的東西 吃那些什麼 椰子 燉奶 還有什麼 芒果 什麼冰 那旁邊又是一個 水族 這些叫水族店 神經病 金魚佬 水族館 水族店都是買相似的東西 這裡不同的地方 有龜龜 多可愛 看到嗎 綠龜 如果大家想買綠龜 我也建議大家 去太子 金魚家看看 那裡的款式多些 不過價錢又不會看 大家有研究的 就分享一下 有什麼草龜 忍者龜 珍珠龜 樣子都 不太會分辨 不過 本人比較喜歡乾身的龜 今天分享差不多了 最後跟大家 比分 今天吃了三道菜 第一道就是文青咖啡 這個味道 OK 但份量比較少 這個性價比都低 六分 第二款的就是 空氣Pancake 梳芙芙莉 空氣 這個呢 他說招牌菜 這個多說一點 這個我個人認為 就 辣 好像很少 吃下去 吃一陣風 但味道都可以 好像日本也有相對似的食物 OK 最後醬很棒 我個人認為最好吃的是醬 這個就是7.5分 OK的 下次可以再試 最後一個就是 朱古力流心 什麼 什麼流心蛋糕 我忘記了 這個呢 比較甜了一點 還有那個 質感硬了一點 可以再淋一點 就更加好 這個7分 今天分享差不多了 只是想和大家 輕輕鬆鬆 聊聊天 訂閱、讚、分享 Bye 稍為 一下 點... 按 ,按 點… 按 按 按